在革命老区 红色的基因是这块土地上最独特的风貌 这种基因已经渗透到大悟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当年为了犒劳部队 老乡们把当时大别山区最珍贵的物品 白面烹制成一种美食 于是大悟的炕饼子应运而生 由于味道香醇又方便保存携带 炕饼子在烽火连天的岁月中诞生 一路陪伴了世世代代的老区人民 大悟县礼河村的尹自英大娘 今天要将这个包裹寄往新疆 包裹里装的正是炕饼子 千里之外 尹大娘的二儿子是众多戍边军人中的一员 尹大娘为儿子寄取家乡的味道 也把大悟山下最让人割舍不下的滋味 带给了守卫边疆的年轻战士们 作为异乡人 他朴实的外形一定会蒙蔽你的感官 继而忽略他丰富的味道 但如果你是土生土长的大悟人 一口饼子咬下去 嘴巴里咱们到的儿时味道 一定会让你心惊摇曳 将薄薄的白面饼贴进炉子的内壁 炭火内烧 面饼内部气体受热急剧膨胀 使面饼散发出浓郁的麦香和诱人的色泽 如今的尹大娘 已经不必再靠手艺来维持生活 但今天的这乳饼子 倾注了浓浓的情感 他们年轻的人在外面好很好 好很潮躁 我要保守就走过 我们就心情就好了 战争年代 炕饼子是老去人民对子弟兵最有力的支持 和平年代 这种朴素的食物里 仍然寄托着大悟人 对边疆战士最殷切的感念和嘱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视频